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台湾只剩不到500只的石骨 是被列为瓶瓶绝种的物种之一 有超过六成就居住在苗栗县内 他们生活的地方也是人们居住与耕作的区域 为此 苗栗县环保局特别委托苗栗县自然生态学会 在对石湖保育方面不遗余力的铜锣乡主森社区 在社区活动中心举办针对国小学童的 守护石湖一家亲生态游学特色环境教育活动 我们想要借由对环境的认识来让小朋友知道 其实保护环境相对的也可以对石湖的部分 能够尽一份保护的心意这样子 活动中 志工们身穿石湖装 小朋友们也都成为伸手绞结的小石湖 进入曾经拍到石湖踪影的棲息地 正是石湖玩耍和打猎的森林 我们去年已经有用红外线的照相机拍到了石湖的影像 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地方不但是传闻说 专家学者讲的这边可能是石湖出风的热点 那确实有石湖存在 活动一共有来自全台各地的40位小学生参与 同学们透过实地观察 讨论 动手做 画出石湖的家 保护好石湖的七地 就是保护好我们的生活环境与食物安全 在地方居民的满心期待下 新北投火车站在今年4月重新回到了故乡 经过整修之后将以博物馆的形式经营 成为展览以及举办文化活动的场所 全台唯一仅存木在老车站 至今已有百年历史 整体建筑与卡存连接不用一根铁钉 历经拆除落脚彰化25年 4月1日将于台北市北投区重新接牌 关于新北投车站回到北投这边 我们在地居民是很开心的 毕竟他在其他的地方待了一阵子 那很可惜的是没有好好保护 但是回来之后 虽然因为他的建材部分有更新 可是这不影响居民对他的感情 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在地 一个很大的精神鼓舞 车站老旧损毁的部分 也透过此次机会加以修复 尽量使用原材料 不堪用或遗失的建材 就用新材料代替 从外观判断 旧木材设身 新材料设浅 而屋顶重建经典童话 造型复古 新北投火车站之后 会以博物馆的模式经营下去 除了保留当地的文化 也是作为一文活动展览的地点 但此次还是有美中补足的部分 在于重建的位置并非原子 我们为什么会坚持 它回到原点 它有它的历史意义在 最重要的是 我们希望这个车站回来 它寄予文之身份 依据我们的文之华规划 它必须要回到原子 才是真正的它的故乡 已经回到故乡的车站 火车虽然不再停靠 但依然承载着在地人的记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